1990年代 搖滾音樂在台灣開始受到人們歡迎 音樂創作者也開始以搖滾的方式 吶喊出他們對於生活的熱情以及態度 接下來讓我們來看看台灣流行搖滾樂團 台灣搖滾天王五百 韓人的精神五月天 新生代文青樂團告五人 台灣搖滾天王五百 他是一位台灣搖滾音樂的歌手 以台語、國語創作音樂 並加入搖滾風格 代表作《Last Dance》 由五百作詞作曲 收錄在51996年6月 由滾石唱片發行的專輯《愛情的鏡頭》 歌曲是2020年播出的電視劇《想見你的插曲》 《挪威的森林》是一首充滿淒美感覺的歌曲 五百的聲音在這首歌曲裡給人溫暖的安慰 讓我將你心而摘下 試著將它慢慢融化 看在你心中是否仍完美無暇 是否仍然為我絲絲牽掛 這首歌曲所要表達的是一種迷離的情感態度 人與人之間就算是在親密 但心裡也永遠有一個別人也無法走進的森林 《愛你一萬年》收錄在專輯《世界第一等》當中 五百把大野克夫的這首曲子重新編曲 用粗獷豪放的演繹方式 唱出了鍾情男兒聲絲力竭的愛之讚歌 在現場中多次演唱詞曲 幾乎每次都會帶動高潮 《你是我的花朵》收錄在五百二零零六年十月發行的專輯《純真年代》中 本首曲子一炮而紅 在社會上引起巨大反響 表現了對愛的人欲罷不能的情感 憨人的精神 五月天由主唱阿信、吉他手的怪獸、吉他手石頭、Bass手瑪莎和鼓手冠佑 五人所組成的台灣搖滾樂團 他們從學生時期就開始接觸音樂 深受劈頭似的影響 五月天認為搖滾擁有改變世界的力量 五月天五年沒有發行專輯 在這期間 五月天有感於這個世界並未變得更快樂 因此創作了派對動物 這首節奏明快的歌曲 作為第九章專輯的主打歌曲 陳信弘用不願被當寵物 寧願變成怪物 我們都有覺悟 要瘋狂到日出 一指人生生老病死 猶如一場場派對 希望聽者可以正面迎戰 快樂面對生活 後來的我們 該曲是五月天2016年發行的專輯 自傳裡的歌曲 劉若英在舉辦 我敢演唱會巡演期間 聽到了該曲 被歌詞所感動 因此由了電影 後來的我們的故事 憨人是五月天歷年來大型演唱會 安可曲 明年再見曲 謝幕曲 有時還會與其他歌曲結成組曲 五月天於1999年出道 以實踐夢想 永不放棄的憨人形象走跳歌壇 新生代文青樂團告五人 團員有 主唱雲安 主唱全清 鼓手團長折籤 團名的由來是 雲安與有人在家門前的廣告看板 一人遮住一個字 就這樣產生了 他們的音樂風格多元 代表作品由 你要不要吃哈密瓜 歌曲介紹 只有僅限給我們那些不懂裝懂的朋友 簡單幾個字貫穿征壽歌曲 簡白餓藥的歌詞 穿透這世代許多迷惘的思維 以主唱潘雲安迷幻的嗓音 有點會寫頑皮的歌曲 反覆那些不懂裝懂 自以為高盛的人們 開頭中的手寫字 感情中真的有唯一嗎 以及結尾的我真的愛你 皆來自於石頭金筆寫下 唯一描寫一對竭離多年的夫妻 儘管彼此深愛 但丈夫似乎更沉浸在往日的美好中 也為此感到自責 而妻子將一切都看在眼裡 因此瘋狂的做家事 希望能盡力維持這個家原本的樣貌 因為她知道 每一個時空的她 都是屬於丈夫的唯一 如果想念是一首歌 願你能將那些喧囂的情緒 靜靜的安置於此 試過境遷的思念 告無人以披心帶月的想你 化作對告別這個生命課題的一生試探 這首歌不僅具象了試過境遷的思念 成為一個容器 讓所有人的故事都能被裝載 找回自己的形狀 今天的台灣搖滾樂團介紹就到這裡結束囉 你最喜歡哪一個樂團歌手呢 歡迎留言和我們分享喔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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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